好 持續為大家來追蹤這個 山土兒颱風為台灣帶來的嚴重程度 而基隆呢 目前也是雨一直下 我們可以看到記者後方 這個呢 這裡是位在基隆的條河街 我們看到這個土石的情況非常的嚴重 而且呢 旁邊就還是一個社區大樓 我們看到這個土石砸著 混濁了非常多的泥沙 隨著這個坡道這樣一路的流下來 而且還有非常多顆的大大小小的石頭 甚至呢 還有一些樹木啊 全部都被連根拔起 也都倒在這個路旁了 而且旁邊都還是住家 甚至呢 有附近的住戶表示 這裡還是他們的停車場通道 而且呢 這個土石流一直下 現在的雨一直下 也造成這個土石鬆動的情況 是沒有趨緩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土石啊 還是一路的一直往下流 一直的往下流 而且這些泥水呢 甚至都是流到了這個住家的大門口處了 而附近的住戶就表示說啦 這樣子一直流 造成了他們的車子 根本來不及移動 而且後續呢 到底會怎麼做處理 他們目前也都還不知道 所以是非常的擔心 自己家裡的車子的情況 而區公所呢 等等呢 等會也會來現場來進行廠刊 並且要來知道一下後續 到底該怎麼處理 那就是這次的一段時間 我們來拍攝 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要拍攝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來拍攝